佛陀来到娑婆世间 为众生带来能够转迷为物的佛法 佛陀来到人间 让众生转迷为物 让每个人都能开示解脱 就是开示误入佛之见 佛诞节虽然庆祝过了 母亲节虽然庆祝过了 但是佛陀的精神 有没有常常跟你们在一起 所以佛诞节 能够只有庆祝一天吗 因为佛陀天天都跟我们在一起 因为佛陀来到人间 就是要让我们离苦得乐 转迷为物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开悟解脱 也就是开示误入佛之见 这个是在法华经当中 都讲得很清楚 那么同样的一件事情 母亲节过去了以后 我们可以不要再去谢谢母亲吗 不可以 因为母亲的慈悲 母亲的伟大 是不是天天我们都应该要去谢谢她 会传法师开示 礼敬佛陀与感恩母亲 不能只在佛诞节与母亲节这一天 而是一年365天都要做的 因此举办礼战佛陀音乐会 即亲子园游会 是要提醒大众 心中随时要有佛陀与母亲 时尚新闻 环会入魂开节 高雄采访报道 总之之后